有博彩員工團體向勞工局反映 有博企在近期開始 要求員工放無薪假 率星政府介入監管 現在員工比較優勢 很多事情都不清晰 只知道他們休息的情況 或者扣減班的情況 包括他們的福利 日後有沒有調回現在的狀況 甚至日後調身的安排等等 都是不清晰的 擔心如果現在無薪假的方案 甚至乎彈線上班的方案 實施了之後 去到調身的時候 是按他們現在的工資百分給他調 還是按扣減了工資百分給他調 匯方又說 部分員工的上班時間減了接近一半 至每星期二十四個小時 協會認為制度不清晰 希望勞工局介入監管